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说你这个人也是真狗啊 他都负老板让我请吃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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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打 不好意思 也没位置啊 就坐这儿吧 老板 帮我们收拾一下 好嘞 开单口 开单 坐呀 跟你说呀 他们家的这个牛蛙俱好吃 来一份牛蛙 能吃辣吧 龙虾 好了 老板 这些 对了 两天雪碧 好嘞 我这就给您上菜去啊 好 来 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说呀 他们家这个牛蛙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就保准你吃完爱上他 经常来吃啊 我的食堂 你还挺有钱啊 这 这没你吃的店骨 再说了 你那么有钱 这但是不应该你一起呀 雪碧 好 好 大肠杆菌 啥 大肠杆菌 拿来 牛蛙上来 快快快 快吃快吃快吃 妹妹 那个麻烦你帮我拿一碗水 热水开水 好 马上来 好 不是 我说这大夏天的 你喝热水呀 我给你点的 我有雪碧了 你不是现在应该喝热水的 我不养生 那 那你喝吧 快点 我说在这吃饭都这样 真的没事 我妈呀 她是一个特别有规矩的人 那你学规矩 应该挺累的吧 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她会累吗 不过我和你不一样 我很自由 从小我妈就对我比较松 除非她工作的时候 来来来 吃吃吃 牛蛙 不要吃 所以你就像个野孩子一样 什么野孩子 我这叫自由 放飞自我 谁啊 露珠 你怎么找来我家 酒吧老板告诉我的呀 你昨晚上没去唱歌 我担心你啊 你还要做衣服吗 这些都是我姐在弄啊 你别乱弄这些 我弄乱了我姐会骂我 这也是她做的啊 对啊 她很厉害 财女 你们家好多狐狸玩我呀 这个箱子好好可爱呀 你能不能送给我 这个是我姐的 你要把她这放回去吧 你都不知道我为了找到你家 找了多久 走了多远的路 我这么关心你 你都不知道对我好一点 好 送你了 还能我姐很多这种 谢谢 我前面就是我家了 你不用送我 我自己回去就行 我没有想送你啊 我刚好生了回去取车 取车 可是你车不是停在 刚刚吃饭对面 好 这么晚了送同行的女孩回家 这也是我们家的规矩之一 你们家回家这么多 什么 大声地说出来 我 我 我没什么 我发现你还挺能吃的呢 还行吧 那就送到这儿吧 谢谢你送我回来 那快回去吧 好 这爱慕的眼神也太直白了吧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呢 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你可以直说 你嘴角有个酱汁 是 还没有擦掉 我来吧 表哥 姐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 这是我弟 我大晚上不客气 表哥 你不要误会啊 这个是我凯曼的同事 我们都是练习生 我今天来是 问他明天的课程的 对吧 对 不过表哥 你们两个离那么近在干吗呀 赶紧回家 我说你什么情况 你什么情况 我 我不在家你就往家里带女孩子 不是 那你呢 我还没问大半夜怎么有男人送你回家呢 我先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不是 你说女生我得关心你安全 快走 我 我是你姐 哥 我问你一下 现在是晚上几点了 才八点多呀 才八点多啊 你这放了学之后这么晚了 一个女孩跑到一个男孩家里边 合适吗 哥 你是怎么认识莫凡她姐姐呢 别跟我打岔 我们俩是工作关系 我问你呢 你们是不是在交往啊 你们是不是在交往啊 我感觉你们CP感好强啊 真的 有吗 我觉得你们很万配啊 你这个 跟我这个是不是一对啊 他俩 不是 你这个是送哪儿来的 莫凡给我的呀 干 干嘛呀 哥 别人的东西少乱碰 我 我看一下都不行 再说这是莫凡给我的 这是人家莫菲的 我跟你说关你的问题 等一会儿到了家之后 把他好好教育 大男人 那个眼睛还用吸管 吸吸吸吸吸 姐 你在说哪个男人啊 还能有谁不 我说你怎么那么八卦呢 我好奇嘛 快说 好奇 我看你平时心挺大的 现在就好奇了 我跟你说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他会送你回家 我都和你说了多少遍 我和他只是工作关系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有 不是 你问我 我还没问你呢 你跟陆主什么关系 我俩 我俩很单纯啊 单纯的同事关系 你俩就是单纯同事关系 我们就不行吗 我们也很单纯好吗 你俩要是单纯 你脸红什么 我脸红 我 我这是腮红打多了 你懂什么呀 这麦胡掌是不是臭小杂 我 你不要搞 我先靠脸吃饭哪 你去靠脸吃饭 走开啊 别人走 喂 我脸红了吗 就是腮红打多了 哼 哼 我不是啊 不是啊 我心情不错 我担心了很久的一件事情 终于解决了 哎 我说 以你的性格 你居然没问我担心的是什么呀 哦 聪明 哎 修访的事情解决了 才不是呢 嗯 绿 蜜 好呀 认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自己的声呢 你居然会法语啊 那这个意思是 不是 我的法语啊 就只是日常用语 这个歌词吧 就 哎 我说你别走 又不是那个意思 下线也太快了吧 什么我 年 我再不用了 多个五年 我再不用失眠到晨光出现 外面正在渐渐转暖 好嘞 又是发法官了 麻烦包装的时候 照顾小心一点 好嘞 放心吧 谢谢 辛苦了 这样吧 喂 唐总 怎么了 现在过去 这是一个员工专属的 有了他 你可以随意地进出明远大厦 而且还可以进入我的办公室 这整栋大楼里边 除了我以外 只有你 可以想想输 谢谢唐总搭配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好好珍惜的 如果你让我看到 你有什么偷懒的秘密 小心我把卡收回你 是 加油工作吧 也请唐总加油 我的未来 就掌握在您的手上了 姐 唐总 我把莫小姐给您带来了 这合同呢 我已经修改过了 有什么问题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 好的 我会传达的 对了 这有一张卡啊 你可以拿着 莫小姐 这卡呀 是我们唐总专门为您定制的 然后为了您以后方便进出明远 这要是员工卡给我干吗 我不要 莫小姐您还是留着吧 有了这卡 这样以后您找我们唐总不也方便吗 我又不经常来啊 那您总不想每次都被关在大楼外面吧 也是啊 外面的文字还挺多的 那行吧 我收着 谢谢啊 不过你放心我不会经常过来的 等修访那事结束之后 我就把卡还给你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 那我先走了 拜拜 那要不要我送送你啊 没关系 我认路我自己能走 拜拜 你说这个莫小姐啊 这行政楼的路我有时候都找不到 她说她能找到 真是太极致了 真是太极致了 那好上啊 我要抓她的微信 你别跟我讲 唐总 对不起 我们刚刚没有看到 你们怎么不小心一点啊 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专心一点 去吧 是唐总 谢谢你啊 不过他们你们也是不小心而已 这是我公司员工 小心我跟你老板说扣你奖金啊 我 我又没做错是 我老板跟你不一样 丢打人啊 来了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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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去去 走 走吧 雪凌 你不是在忙那个中国风的事吗 忙里偷闲过来看看 怎么 老板要扣我工资不长 那我看你跟电视台聊的字吧 电视台那边广告已经打出去了 前期也进入了预热阶段 一线城市的门店营业额也明显增长了 看得出来 很多消费者是因为看了活动之后来的 那很好啊 还有就是 电视台那边 要方笑语过来当评委 他们有时候能力请的话 就让他们请好了 他个人肯定是不愿意 但是凯曼主张他过去 那让他们自己逗 黄默 黄默 这个是电视台主办的 时尚中国风的设计师大赛 他们主办方想请您一起去做这个节目 我没想去 方总 要不您先看看那个企划书 服装协会会长想请您过去当评委 给后生晚辈们指点时间上上课 我是觉得 那其他设计师没您上镜率去 再说咱们凯曼也要做一下公共现象 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 明远赞助的 方总 我觉得挺好 他们出钱 我们露脸 多划算啊 哪儿划算了 他们办这个事 肯定要请行业大咖给他们撑场面 最后的冠名和广告 不还是明远时尚集团 人家投资了也得让人嘚瑟一下 咱们没花钱还打了广告 对吧 咱们凯曼差钱吗 那不差钱肯定是不差钱 那为什么要占唐明轩的便宜呢 可是那个胡总已经让琳达派模特去走秀了 关我什么事 方总 至少也得给会长一个面子吧 怎么着 我不给他面子 他还能咬我呀 那倒不会 我就是觉得 您这么帅 不上镜可惜了 你拍我的马屁没有用 要不然 你让唐明轩过来求我 我可能会答应 好 慢点 我 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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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喂 方总监 找我啊 我给你发信息 你怎么不回啊 你给我发信息了 那我看一下啊 这裙子怎么了 我考考你啊 你觉得这条裙子怎么样 我觉得 裙买可以再提高一点 因为丝绒呢 是比较容易显得沉重的面料 这样的话 会让整体效果看起来轻易一些 不错呀 不愧是潘老师的学生 我们俩的想法不谋而合 对了 电视台有一个时尚中国风比赛 我建议你赶紧去参加 方总监 我还真的报名参加了呢 是吗 嗯 那我祝你取得好的成绩 我说 你不会刚好就是评委吧 你不是坚决不走后门吗 我是不是评委根本不重要 除非你对你的作品 特别没信心 我就是随口问问 那没事的话我先挂了啊 拜拜 拜拜 李琪 李琪 帮忙 告诉电视台 我要去当评委 你把这边的切了就差不多 那边 好 谢谢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呢 帮把说太细了 好吧 来 这怎么那么听话啊 就你化妆 这药可以吗 挺好看 好看吧 可以 可以吃了吧 可以啊 吃了点 清楚 莫菲姐 其实我特别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呀 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法国 我虽然从小就在国外长大 但是这些都是我家里人安排好的 我一点成交感都没有 我呀只是把作品递过去 人家收不收还不一定呢 一定能成功的 为了我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干杯 干杯 我 我 没想到你还这么会做饭呢 那我以后能不能经常来你家做饭吃呀 好呀 好呀 经常来 没事就来 你不是住在唐总家吗 唐家伙食这么差吗 你分什么态度呀 人家陆珠喜欢你做的饭你应该感到高兴 说谢谢 谢谢陆珠 我家伙食其实不差了 只是把那个饭桌上吧 我 我姑妈 姑父 三个人根本没话说 然后我表哥这个人嘛 整天又冷冰冰的不爱理人 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整个要消耗不良了 特别是我表哥 他这个人 不说他 不说他 他这个人就是很奇怪 这个沙拉 比我在国外吃到的还要好吃 真的吗 真的 您多吃点啊 假的 喂 吴九娘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慢慢说 陆珏 我师父她没事吧 吴九娘 你们别着急 我来想办法 好 拜拜 明轩 这么晚了还要工作啊 可以吗 这么晚还没睡 给你鸡子喝个汤 真热爱 谢谢 最近雪玲怎么没来我家了 我们俩就是同事关系 有什么事在公司都解决了 回来咱们家干嘛呀 你是中不懂还是真的不懂啊 我接个电话 喂 莫菲 喂 唐总 明天你有时间吗 绣坊出了一点事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那个 陆军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和师父的侄子 这个人呀 他能无厌 每次绣坊赚钱的时候 他都过来要钱 我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 知道绣坊要和明远合作 所以他最近就一直缠着师父 昨天还找了十几个亲戚 到师父家里 师父没办法 只能躲起来了 你跟他之前有没有见过 见过啊 那现在怎么办 合作的事情是不是谈不成了 咱们先去看看 你们明远想谈什么 就跟我谈吧 这儿我说了算 这儿我说了算 价格也是我来定的 想要谈合作 你总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我叫陆军 是李师父的侄子 也是这家绣坊的法人 对了 唐总啊 我姑妈 关于你收购绣坊的事 跟我说了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我呀 不同意 理由呢 这理由嘛 唐总 这么巧啊 好久不见啊 来 哥 走 这人是谁啊 这人是谁啊 配角 坏人 我表姨呢 表姨 他出门了 这位先生 谁是你表姨啊 这位姑娘 你又是谁啊 他人家给一个徒弟 徒弟 唐总啊 既然你都看到了 我也不妨实话跟您说了 这绣坊啊 是咱们的祖产 就算真的要卖 对我们全都人同意才行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的家族成员里边 也包括了我的竞争对手 朱海天总经理 是这个意思吗 唐总 巧了 巧了 不是 你们两个在这儿演的这书戏 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啊 演戏 这演什么戏 我们这是在 谈生意啊 谈生意这么煞费苦些 真难得你们了 恶意竞争只会让市场 变得越来越糟糕啊 想要让绣坊越来越好 靠的是记忆流伤 而不是像你们两个这样靠着祖业出来圈钱的 唐总 这话说得有点难听了吧 你也配我跟你好好说话 唐明轩 你也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 虽说我们海耀比你们明远 在财力上差了一点 但以我们家族的实力 可比你们高了不少吧 你们海耀的实力 我是真的没有看出来了 可是你吹牛这本事 我是真 你 我们走吧 在他们身上浪费宝负的时间不值得 走吧 哥 哪样 瞧您这个死样子 唐总 唐总 刘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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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弟弟吧 你看 没见过世面 不会说话 得罪了 得罪了 唐总 咱俩能从那个私家里聊两句 交一会儿 以咱们的交情 你觉得合适吗 你看这话说的 那你们先聊 我在外面等你 谢谢啊 唐总 你误会我了 我在来这儿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明月 还能修复你这个事 但现在我既然知道了 君子就要成人之美 只要你一句话 家族这边啊 我力排众议 我鼎力支持你 行不行 有什么话你能直说吗 我说了还不够明白吗 收购绣坊 我可以帮你啊 真的 你可能不信啊 我来给你讲这个道理啊 今天我帮你 就等于帮我表姨 你肯定比我清楚啊 这个绣坊 快维持不下去了 虽然是表姨 但她也是同宗同宗的情人哪 我总归看着这个 绣坊垮掉吧 有什么条件你可以直说吗 唐总你骂人 什么条件没条件 咱是同房抬头不见低头见 其实我一直想和唐总交个朋友 常来常往还得合作嘛 和你呢 算了吧 不是我就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都在管你啊 让你跟我有这么深的敌意 既然你今天问我 我就跟你把话说清楚 三年前你们公司 是不是有抄袭我们的设计 这事 这事其实 当时我们起诉你们 法院也已经判了你们抄袭成立 而你们只赔了钱 没有登报道歉 还需要我再多说吗 唐总 这都老黄历了 过去三年了 我们彼此放下这个借题吧 坐下喝杯茶聊得开 时间过去了 但这个事情过不去 你们一天不道歉 一天这个事情 就没有一个结果 还有啊 其实我们公司真的不需要 你们这么没有底线的朋友 我们公司的生意 就不麻烦你放心了 唐总 好 这吴师傅和陈师傅都不接电话 你说师傅会去哪儿 你跟了你师傅那么多年 你再好好地想一想 他平时都喜欢去哪儿 现在太着急 我脑子一片空白 别着急呀 唐总 好 你说如果明远和秀法合作不成 可是不会请你放弃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样 我们都要尽最大努力 好吗 我知道 我知道师傅去哪儿了 好吗 这个呢就是张文的制作过程 它全部都是由人工来制作的 我师傅经常带我们来这里 给展品做维护 他们呢都是这里的义工 你看 这个密度才够 嗯 好的 嗯 好 你看 这个密度才够 好 我说你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件 这件呢是宋代皇后在售册 计划 筑记 参加会时的会议 底色呢是深青色 整体使用的是五彩底鸟纹 送紧面料 并结合手工龙纹袖编制作而成的 而且像这种衣服呀 穿戴的时候呢头上必须戴有 这上面有介绍啊 没想到你还挺有文化啊 变得这么少啊 我说的和那个上面不一样 什么 你照着念就好了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每次都麻烦你回来 不谢不谢您别客气 好 那么就这样再见 好 再会啊 再见 师傅 莫菲 唐总来了 真是抱歉啊 让你们白忙了一场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家人都会这么反对 唐总 其实您的想法您的诚意我都认同 但是我这个年龄了 没有年轻人的野心了 也不敢尝试您所说的计划 再有 我也真的承受不住 陆军这么无休止地闹下去了 但是我想说一句心里话 您真的忍心把医生的心血 交给他吗 如果您相信我 如果您相信我 我可以和您一起来解决 可是这件事情 现在真的不是聊一聊 商量一下就能解决的 真正代表绣坊跟您签约的是陆军 他才是法人 他带着全族人出来反对我 您说我该怎么办 师父 那你不会和朱海天合作吧 你师父年纪是大了 还没有老糊涂 朱海天父亲要是在的话 那还有可能 海天这个孩子 从小就不成气 绣坊要是跟他合作的话 不会有前途的 那您就拒绝他呀 师父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您做决定 您的这个决定 会影响大家的生计问题的 师父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做的最新的修改 里面包括扩大绣坊 还有就是学员的招募 您可以先看一下 如果现在就拒绝的话 您不觉得太可惜了吗 没关系 就给您先看一下 下巴收一点 这么高啊 跳芭蕾呢 好 注意脚下啊 直线 直线 不是让你走S 胯收进去 好 末帆不错 好 末帆不错 注意一下定点造型 好的 珠珠 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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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吗 注意节奏不是让你用高跟鞋去凿地板 你告诉我你怎么学的 末帅 怎么了 不高兴啊 别哭了 今天老师骂的事有点凶 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好想